的时候,白友光先进了造坊,先做了赏午饭,准备吃上两口赏午饭之后,再去寻刘氏。 你还吃啥赏午饭啊?去刘氏家里头吃? 还是把白友光推出了家门。 去老丈人家里头,还能亏大了你这个女婿不成,去哪儿,保准能吃顿好的。 既然是娘说的,那就肯定没错。 白友光没有犹豫,把网块放了回来,抬脚往刘家庄去了。 只是,他等了许久之后,的确是等到刘氏跟着白友光回来了。 不过,回来的可不止是刘氏,还有刘氏的爹娘,刘氏的大哥大嫂,二哥二嫂,以及刘氏的叔叔伯伯,伯娘,婶子,浩浩荡荡,十几个人。 娘,我…… 看白友光慌的连话都说不出来,韩氏没好气瞥了他一眼。 韩氏清了清嗓子,只是还没等他开口,刘氏的爹刘仙心开了口。 亲家,我们也打开天窗说两话,今儿我们来是想说一说这两个孩子合理的事。 嗨,说这些客气话,咋的说都成亲这么多年了。 韩氏只当刘欣欣要说的是陪不适的话,便下意识接了话。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,脸色灯饰一变,眼睛都瞪大了一圈。 你,你说啥? 我瞧着韩氏的身子骨也硬朗得很,咋的这耳朵还不好使了? 还得让我们再说一遍才能行啊。 不过这话,我们倒也不怕说,不但不怕说,还得可劲儿地说才行。 我家小妹,要跟你们家白友光合理。 合理书我们也写好了,你们看看,没啥问题的话,就让你家那不成气的白友光清了字。 智慧智慧你们白家村的理正,这两人往后也就没啥关系了。 刘氏的二嫂陈氏也跟着说了一句。 两个儿媳妇一左一右,一唱一和的,根本不用刘氏她娘苗氏来说话。 合理义,也真有脸说出这话来,没看看自己家闺女是个啥德性的, 还巴巴地过来给人撑腰,在家里头成天给丈夫甩脸色, 跟我这个婆婆吵架,是笨点规矩也没有, 这种儿媳妇儿娶回来,也是我们家倒霉,老早就想念出去了。 看你们这回也是想着把刘氏领回家去的,那就干脆一点。 我让我家有光,在修书上摁个手印,你们该去哪儿去哪儿。 既然你们要合理,好啊,那我就说修妻,看看是谁害怕。 韩氏这话一出口,刘佳仁的脸色当然不大好看了。